We can take this ride Wherever it goes As long as you will 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ia 今天我會教大家一個 我小櫃裡常備的菜式 就是蛋 是什麼蛋呢? 就有辣的韓式麻藥蛋 和不辣的日式醬油蛋 無論配飯和麵都很好吃 隨時加菜都很方便 我會教大家做一個 零失敗煮糖心蛋的方法 我們要先煮日式醬油的汁 因為我們煮完要放涼才能用到 我們需要先做一個 鱔魚湯 我用了這種 日式濃縮鱔魚湯 加這個和水 變成一個 日式的鱔魚湯汁 如果你有鱔魚湯包 也可以用的 豉油呢 建議用日本豉油 就會更美味 因為日本豉油的味道 和大部分用鱔魚做的豉油 醃出來的蛋會比較好吃 我們主要是慢火加熱 我們煮的糖溶了 就可以關火攤冷 醬汁之後就用了 我們煮這個糖心蛋 但是蛋的重點 就是蛋一定要放在室溫裡面 如果你的蛋放在冰箱的話 就最好在煮之前 早半個小時就拿出來 等到蛋攤暖一點 才煮 這樣就會更好 水的份量 就要足夠蓋過蛋 好 好 水滾之後 就把雞蛋放進水裡 記得要慢慢放進去 煮的時候 我們要輕輕攪一攪水 讓蛋黃 可以盡量在雞蛋中間 不要拼在一旁 但要輕攪拌 我這次用的蛋是大大大 需要煮6分鐘 如果你買回來的蛋是小 或者中大大大 時間就可以再量減少一點 如果你的雞蛋是大大大大 就可能要多加幾十秒 所以雞蛋的時間 就要很適合你買雞蛋的大小 我們就預備一盆凍水 現在冬天 開出來的水喉水 基本上都是冰水 香港的朋友 你就可以把水喉水 加一些冰 就變成冰水 夠了 我們現在就撈出來了 我們煮完的雞蛋 就馬上放進 這個已經預備好的凍水 令到它即刻降溫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因為令到雞蛋 停止繼續煮 要不然因為雞蛋的餘溫 會繼續煮 令到蛋黃會變熟 有些卵 好OO 就準備好 把你切開 好 可以 有些人 有些人 會先放進去 才這麼多 很容易 要快一點 消費 可以 可以 不然 有些人 辣椒切粒 如果你怕辣 就放少辣椒 或者把部分辣椒籽 先凹出來 豉油大概用100毫升 豉油和水的比例是1比1 我今次用100毫升的水 加100毫升的豉油 因為這個醬汁就不會再煮 所以就加入熟水 不要加入水牛水和水水 加兩大匙的糖 給它甜味 否則這個醬汁就會很鹹 然後拌勻 另外加一些焊香的芝麻 如果芝麻沒有焊香 你就可以在白鑊上 輕輕炒香芝麻 放進去 我會把蛋烤碎 把它煮出來之後 讓它裂開一點 然後把它放進水中 這樣水就會滲入蛋殼 和蛋之間 這樣會幫助我們 容易去撕蛋殼 還有撕的時候 然後盡量不要用手指 因為手指甲很容易弄穿蛋白 我就習慣用手指甲的位置 不會有尖的位置去刺倒蛋白 你看 阿蘭 撕得多漂亮 我在香港買了這個 做醬油蛋神器 它可以用比較少的醬油 都可以積到那個醬油蛋 其實沒有這個醬油蛋神器 都不要緊 你用一個物質袋 或者一個玻璃容器 去浸這個醬油蛋 也可以的 我們就把醬油盡量蓋上蛋 然後我們放進冰箱 就冷藏一晚 中途可能兩三個小時之後 你就拿出來再拌一拌 這樣讓蛋醃出來的味道 就均勻一點 你看蛋黃都流出來 看到我已經吞口水了 你看蛋黃多金黃 而且還是流心的 這個麻藥蛋真的很好吃 蛋白吃下去 鹹得來又有點辣 而且中間還有半熟狀態 再咬進蛋黃裡面 蛋黃的味道 我覺得比平時濃了很多 和香很多 不枉我醃了一晚 還有為什麼你知道這裡叫麻藥呢 因為麻藥就代表會令你吃上癮 它集合了有甜味、鹹味 還有蒜頭和芝麻的香味 整隻蛋吃下去很有層次 所以越吃越上癮 而且這個醬汁超送販 除了醃蛋之外 就可以用來醃豆腐、青瓜 或者煮熟了豬肉 用來醃豬肉也可以 所以吃辣和濃味的朋友 一定要試這個麻藥蛋 而這個日式醬油蛋 或者叫味腐肉 我覺得用來做好之後 用來配麵、湯麵、烏冬、飯 都很好吃 而且它不辣 適合不喜歡吃辣 或者吃不到辣的朋友 而很多時候 日本拉麵的靈魂 都是這款味腐肉 有時候也要自己另外加錢 加這款蛋 把這款蛋加在你面上 真的很有日本風味 所以如果你想做成功做到 這個糖心蛋 跟回我剛才影片中 教大家的技巧 就一定會煮到 如果想你的蛋 好像我那樣金黃 記得買GOLDEN YORK 或者RICH YORK 就會令到你的蛋 就會更加美麗 如果想吃得比較熟一點的朋友 你就可以按時間 自己再調整 學會做到這個糖心蛋之後 你就可以用來做不同的蛋 除了這兩款之外 就可以做一個醉雞汁、醉蛋 或者上海式的茶薰蛋 都可以的 醃好的蛋 可以放在雪櫃保存3至5天 這條片是否很實用呢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 給你身邊的朋友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或者留言告訴我 你想學做些什麼 下次再見 拜拜 不要動 說明